水里香均坑社区发展协会经年度代表水里香参与社区评鉴 除了展现一年来的学习成果以外 在社会福利以及妇女儿童部分表现得相当杰出 我今年第一次给人评鉴 我们的特色就是发大股第一个比较優先 因为以前发大股都在女儿童牌 现在我们都叫一些妇女 也可以来打发大股 现在我们妇女都出品去打 每个人也打得很好 如果说社会的福利 因为我们明年都有办那个百丈的活动 都会送一些因为我们争的人有需要的人 评鉴委员也表示 健康社区的特色就在妇女方面的展现 在这方面做的相当多元也相当值得肯定 我们健康还是一样 主要的特色展现在他的妇女福利方面 妇女方面包括妇女的能力的增强 还有各项活动民俗技艺 那我想在这方面做的非常的多元 那也因为在理事长的带领下 在这方面的妇女的参与方面 确实是相当的不错 那这个也都是比上一次参加评鉴的时候 这个活动量更多 更展现各种活力 先议员纯粹肯定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透过参与评鉴能够了解自身的优缺点 进而加以改进 并促进社区发展 在我们并促进社区 在100年9年 也正经第一家参加到这个敏感 在这种优质的生产 那今天他又第二家来参加 第二家参加 中国的内容和流程 总统完全不一样 生长非常大 所以社区也非常鼓励 说我们的社区 如果说我们的行政团员 如果对你社区的均定 要你来代表敏感 认识是说代表 出去行政 并促进来表演节目 我们都要勇敢来给它带 如果经由今天这个敏感 相信的能够得到 更好的生意 希望透过社区评鉴 能够指出各社区的优点以及缺点 并加以改善 让社区发展越来越好 记者邱平易 水里采访报导